程式设计2 这是程式设计课程的第二个学期 那这门课呢 我们用的教科书 采用的是西岩的西家家 程式设计经典第二版 那是西风资讯所出的 作者是蔡文龙跟吴玉忠 那这门课是延续第一学期 那第一学期已经在一个学期的课程里面 已经教了所有西语言的基本入门 那在这一学期的部分 会继续将把西的部分 再更加的讲得更完整 那我们会从这本书的后半段开始来讲解 那这本书的后半段呢 除了我们把西语言的部分补充完整以外 更重要的是从西跨入到的西家家的部分 那所谓的西家家就是一个物件导向的西语言 那这一门关于物件导向这方面呢 我们除了会从基本的观念 还有它的基本输入输出等等 一直开始介绍到所有的物件是什么 然后呢 它有哪些类别啊 它怎么样叫抽象化工装计程多型等等 那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里面 我们会给同学相当多的课堂的练习 和练习跟回家的作业 那这一学期我们的计算分数的方式是 才有采用一次期中考期末考 还有一个不定时的点名 那另外作业的部分会占30% 那作业的部分我们预计会出3到5个作业 每个作业大概会有一周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让各位同学去把它完成 那这门课的结束之后 在下一个学期我们还有一个会考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也会把会考的一些内容加入到我们的课程之中 那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在这一个课程里面 获得到相当多完整的程式设计的概念